这边这些华为机子呢 都是今天要发货的 NOWA6 100多 这个5000多的Mate 40保时捷 保时捷这个机子还特别多 就是它价格呢 这个机子它和这个两个配置是一样的 但这个颜值各方面会高一点 拍照会好一点点 这个5000多 这个3000多 但很多人都要这个Mate保时捷 保时捷三个字 就是有比较大的魅力啊 买华为的果然都是老板啊 然后今天呢 有一个机器比较特殊 这台机子呢 本来是今天要发货发出去的 但这个粉丝团间不要了 这个P40 Pro 我们拿货价格是1900 给它价格2100 这样台机子的话 二手机子我们一般赚个200块钱左右 然后会给你们配膜 盒 然后充电器 这个东西呢 我们一般赚的也不多 然后这个机子呢 今天准备要发了 客户团间说这个机子不要了 原因是什么呢 他们家里呢 是他老婆管钱 给他2000多块钱 买一台华为的机器 然后呢 他本来选中的这个P40 Pro P40 Pro的话 就PC点拍照会比较好一点 曲面屏 然后70910的一个处理器 他说呢 他对于拍照 屏幕等等这些没有特别高的要求 他只要手机能够比较顺滑的去使用 所以呢 70910的处理器 他感觉不太够 所以呢 他觉得反正都是70910的处理器 那还不如选个更便宜的 所以选了这个 NOVA6 两个机器处理器一样 这个2000左右 这个900多 所以呢 他就选了这样的一台机子 这一台呢 就能够剩下来的 这个NOVA6呢 一直比较有意思 NOVA6之后的机子 像什么NOVA7 是70985的处理器 就是他往后的机器呢 反而性能比他更差 这个机子性能反而好 并且还有5G 9899的价格 确实挺划算的 然后呢 剩下了1000块钱 留着当时的房钱 有道理 如果说 你的老婆 才好看到这个视频的话 然后你老公 刚好带回去一个NOVA6 记得查一下他的私房钱